這陣子的拍檔就是心臟科專科醫生陳傑醫生 其實是拿了很多玩具來給聽眾看 包括了我,我們一起玩一下 但我慢慢想不到陳醫生 這個是徐戰器來的嗎? 你不是介紹過,如果我們的心跳得不規律 其實要放一個徐戰器,讓它能夠鎮壓它 令到心跳去到正常 但這個東西很重的,這個是徐戰器來的 袁芬,你手上拿著這兩個都是心臟的直入式徐戰器 你手上拿著這一個就是經血管直入一個徐戰電極的傳統的心臟徐戰器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位置有兩個摺頭 就是連接一個徐戰的電極 即是有些電子 甚至可以連接一些起薄的電極 下面這個部分就是機身本身 也分為兩個部分 有一部分就是電池和電容 另一部分就是雜成電腦 可以偵測心律失常 以及發放高電壓的電流 去回復正常的心律 那這個又是有幾場壽命的? 壽命呢,視乎患者需要電擊頻密的程度 短的話可能是可以六七年 長的話也可以接近十五年 明白,但這個我摸上手的時候 不算很重啦,OK啦 好像有定銀那樣 但這個呢,都是徐戰器 為什麼大它這麼高? 你看看,那個尺寸 長一半的 長一半的 大家可能會問 不是裝個小一點的好嗎? 為什麼要裝這麼大呢? 因為傳統的徐戰電極 是要經過我們鎖骨下的靜脈血管 就做個穿刺直入電極到心臟裡面 但是會有一些併發症的 例如說會手術期間 督穿個血管、督穿個肺 電極可能會督穿個心臟 另外長期電極置入在心臟裡面 可能會引起併發症 例如說細菌感染的電極 導致心發感染 或者電極可能會斷裂 那就會導致很多長期的併發症 這一種就是比較新型的 經皮下直入的徐戰器 這個就叫身形不是越新是越小的嗎? 因為它的電量就高很多 它只是置入在皮下 大家看到這個連接位 就是連接一個徐戰電極 這個電極放在哪裡呢? 不是放入心臟 只是放入胸骨旁邊的皮下 將徐戰電極穿過胸骨旁邊的皮下 直入在這裡 那就用手術線固定住它 由於它是一個皮下的徐戰器 所以它需要的電量就大很多 因為電極不是直入在心臟外面 在心臟外面 要傳進去裡面 所以要將電流傳進去 所以它的電流大很多 所以它為什麼這麼大呢? 因為它的電池和電容大很多 這個體積大概是60毫升 而它的重量大概是130毫升 是 其實如果讓我去形容的話 它會重過我的腋骨 那我就說 陳醫生 其實那個身體 放在這些器械的時候 原來它的容納量都挺高的 是呀 因為這一類的皮下的徐戰器 我們一般會固定在心臟的左側 就是這個位置 如果比較瘦的病人 我們甚至可以直入肌肉下面 是呀 令它更加穩固 那是否可以摸到徐戰器 是呀 會摸到有一個硬塊 所謂拱起了 哦 就是在皮下直入 那同樣這個呢 摸不摸到的? 這個呢 就是經血管直入的徐戰器 這個器械都會放在我們的鎖骨下面 左胸前這個位置 做一個皮膚的造口 將它藏在裡面 都會摸到胸前後 有一點點的硬塊 但是電極就會直入血管 是明白 而這一種的電極就是直在皮下 真的會響機的 如果這樣的話 是真的會響機 因為它也有這麼長的年職 但是如果有失敗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 最重要是 人是沒事和健康的 好了 時間來也差不多了 多謝你陳先生 謝謝 多謝完婚